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列席的官员,我先请部长,张部长。 出现,出现。 请张部长。 部长好,那个政务人员退职服务条例,你们的修正,其中一个重点是不是要把现任政务人员过去的军公教的常任文官的年职要寄进去退职的年职计算,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们的考虑是怎么样? 倒过来,倒过来,倒过来,是什么这个,计算到公务人员,计算到公务人员,现在我们就是政务人员。 你现在政务人员的联制记录,是公务人员的联制记录,公务人员的退休。 那这个样子的差别是怎么样? 因为最主要就是以现在的规定,实际上你担任政务人员的时候,你的常任官的联制就要结算。 然后到政务官的话,实际上93年当时修法,那么担任政务官的话,实际上你不可以拿退休金的,你是拿离职出经。 这个差别是怎么样? 实际上这完全是两回事。 政务人员的退休不是比较好吗? 政务人员的退休不是比较好吗? 政务人员退休不好,他只是离职出经而已啊。 离职出经。 差别是怎么样? 差别就是说,假如说这个比如说转到从,转到政务人员,担任政务人员,他原先是在学校,或者在政府,或在其他的国营事业,或军方这些人,他本来就是有工人资格。 他担任政务人员以后,如果联制结算以后,那到时候,如果假说以后退休以后。 我现在还是搞不懂啊,就是说公务人员的退职条件比公务人员的退休条件差吗? 差,差,当然差,他实际上就是一年两个基数嘛。 他按照一年,你的当时投保的金额两个基数算了。 那我们现在退休,工人员,工人员实际上它是两种,一个是你能够成就退休条件的话,你拿一次金。 如果不能够拿成就退休条件的话,你可以拿月退休金。 你们有没有去试算过? 有没有试算过? 有没有试算过说这个样子,这个差距多少,让你转过来以后大概要补多少给他? 不是补,而是讲到一个合理的规范。因为假如说我是在学校教书。 合不合理这个当然我们立法院来判断嘛,来判断。 但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到底会产生多少的这个国库的支出,有没有试算过? 实际上这应该费到有限。 因为实际上整个政务人员总共只有六百多个人嘛。 整个政务人员的总数只有六百个人而已。 好,那六百个人这个样子大概整个这个影响是多少? 六百个人换,我们现在可能有一部分,这个我现在没有算,能不能? 你算大概顶多一千,一千一,一千五万。 总共一千一不可能。 对啊,顶了一个人一千万吧。 总共加钱一千万嘛,我主管师理事上告诉我。 六百个人,一个人大概多了一百多万这样子。 六百个人有些是合不这条件。 就是一千,大概一千万,合起来。 总共加钱一千万。 一年。 对,一年。 还是一个月? 一年,一年。 一年。 对。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试算表耶。 我想我们适合可以补这个数字。 你应该把这个试算表送过来吧。 对,我跟你有个报告,因为最主要,如果一个学校教授,然后他从离开学界转到政府部份的话。 在哪一个条文里面。 在第九条。 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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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部条例第九条的规定。 因为现在我们是认为啊,你们是要把军公教的联制并到政府人员去啊。 不是。 政府人员的他的联制并在。 政府人员的联制并到公务人员来计算。 然后继续,就是用公务人员的越退啦。 你们大概是要越退啦,大概啦。 我跟李文报告,如果假设一个教授,他到政府机关来担任政务官,然后他再回到教职的话。 如果这个年资不能算的话,这个教授是非常吃亏的。 所以这个年资,实际上。 不能回到教职,不会有这个问题。 如果回到教职, 那段是断掉的吧。 断掉,但是那回来又接上去啦。 对,现在我们规定才可以接上去。 这是什么人给你们,为了这些人? 现在就是说,因为九十三年当时修的法嘛。 九十三年修的法,就是说我们现在公务人员呢, 有关各种的退休金的计算方式。 当时分成两段, 常务官要结算, 那政务官是离职处金。 是啊。 对,所以当时在九十三年, 当时这么规定。 假如说,这个常务官, 九十三年那个时候的修正有问题吗? 那现在就是说对, 没有问题啊。 而且那个时候的修正是国民党主张的啊。 对,是国民党主张的啊。 是前林会军,前林会军, 没有啦,国民党党团支持的嘛。 所以我是觉得你们现在要去再把它做一个调整, 那个考虑是什么考虑啊? 基本上就是希望你能够赢了。 什么人给你们够赢了啦, 什么人给你们够赢了, 这六百多个人, 六百个人给你们够赢了喔。 不不不不。 影响就是这六百个人, 然后立法院这边要搞的, 不,影响是。 不是影响现在这六百个人, 而是影响到以后要到, 以后以后的事情啊, 你自己要去干, 你要去担任政务官, 你自己就要想好啊, 对不对? 对啊。 啊, 好处通通通要拿, 对不对? 要有政治地位, 要有社会的这个, 这个对你的, 哦, 这种这种特权, 然后呢, 啊, 你又要, 啊, 这个工, 这个好的那个, 制度, 哎呀,我跟你说啦, 这个样子给人家感觉不太好了, 哦, 不太好了, 你那个试算表拿出来, 哦, 我们要看国库的, 损失影响是多少, 好的。 哦, 来计算一下,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你们的这个政务, 人员法, 你们的立法考量是怎么样? 最主要啊, 就是说, 在我们的文官制度的, 的管理当中啊, 政务官是跟常务官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要独立立法, 对, 我们要独立, 我们希望能够对政务官, 那你独立立法里面你知道吗? 你们现在的草案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哈, 第二条, 有规定哈, 什么样的人员叫政务人员啊, 其中包括, 哦, 检查总长, 那, 现在我们拿, 我们现在拿掉了, 当时在上次已经, 审查过了, 对, 你们记不记得, 我们在第一次在, 在贵文会审查的时候, 我不记得啊, 当时在文会有决议, 我不记得啊, 那总长就拿掉了, 当时有做决议, 也没有拿掉了, 那监察委员呢? 是啊, 监察委员有没有放进去? 有啊, 有有有, 啊, 对不对? 检查总长现在还在放在里面啊, 那, 好, 那现在问题就在, 这些人员, 你先放在这里面, 然后呢, 你第21条, 你看清楚哦, 你们写的, 条文哦, 21条, 政府人员有下列各款, 情势之一者, 硬, 辞职, 以事负责。 硬哦, 硬哦, 然后里面啊, 还包括, 什么, 这个监督不周的啦, 决策错误的啦, 最, 最离谱的就是, 言行重大, 瑕疵的啦, 也就是说, 引起社会讨论的啦, 哦, 有不一样的这个, 评论意见的啦, 哦, 你像王健宣, 那个屁屁说, 那个就是会引起大家很大的这个讨论啊, 啊, 重大瑕疵啊, 啊, 什么作外知识, 啊, 的这个解释, 这个都是啊, 哦, 那这个啊, 政务人员硬辞职欸, 你这个法律怎么执行啊, 啊, 他不辞职的话, 你, 你能对他怎么样吗? 检查总长如果, 啊, 哪哪哪, 哪个事情没有办好, 硬食指欸, 啊, 比如说这次的枪击案, 如果没有办好的话, 硬食指欸, 啊, 监督不周欸, 我知道, 啊, 那你, 你,你,你这个怎么执行啊? 我, 我,我跟, 李维豹, 实际上当时在审查的时候, 有很多委员, 对二十一条, 他内容也有, 有很多, 很多建议件, 你这个样子, 给我们的感觉啦, 给我们感觉是, 总统要集权嘛, 这些人员啊, 我们关心的都是总统提名的, 啊, 那政务, 这个行政院里面的政务官啊, 虽然说名称上是由, 表面上是由行政院长提名, 但实际上, 大家都知道, 背后就是总统啊, 啊, 那, 那, 那这个样子, 那这些政务官我看啊, 都变成, 啊, 这个总统, 要, 就用, 不用, 的话, 就, 请他走路, 啊, 特別是我们关心的, 像这种, 有任期保障, 他要, 他硬辞职耶, 你,你,你这个设计怎么执行啊, 你告诉我, 如果他不辞职的话, 你能怎么样, 不是, 叫他硬辞职也不对啦, 对不对, 所谓的任期保障, 啊, 怎么可以用硬辞职这个来, 来解决呢, 你说, 检察总长, 可能啊, 会引起国人很大的疑虑, 啊, 变成总统的, 啊, 的, 英权啦, 啊, 他排掉了, 那监察委员呢, 那监察委员呢, 还曾经啊, 政党内部, 国民党内部, 还曾经啊, 有一个, 意见啊, 说, 叫监察委员不要去, 啊, 乱找行政院的麻烦, 对不对, 那这个样子, 不是, 另外我给你报告, 实际上, 他很容易耶, 决议的时候, 很多委员, 就用什么, 你就是言行, 有中大瑕疵, 你依法要硬辞职耶, 你知道什么叫硬吗, 当时提出所要, 希望能够有操作型的定, 更明确, 所以我们这一次, 我们提出, 政务人员, 我们当初在立法院, 政务人员的规范, 我们当初在立法院, 因为他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用政党法, 啊, 用中立法, 政治, 行政的这个中立法, 来做规范啦, 行政官员, 没有, 我们是担心他利用职权, 来图一党之施嘛, 啊, 那你现在, 把它进一步变成说, 诶, 言行上有什么问题, 你就要辞职, 或是说我, 可以免职啊, 怎么样, 事实上就造成怎么样, 总统集权嘛, 不会吗, 不会, 为什么不会, 你告诉我, 你一点无疑啊, 说怎么会总统集权啊,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总统不会集权, 检察总长, 如果你讲话, 有问题的话, 考试一下, 你就硬辞职, 检察委员也要硬辞职, 考试委员要硬辞职, 检察院长也要硬辞职, 司法院长现在, 司法院长是不是, 是, 司法院长是独立的, 排除了, 司法官也是排除了, 他也是, 总统提名, 立委员同意啊, 为什么他排除, 我觉得, 据实跟立委员报告, 我们在这修法, 从来没考虑到总统, 独揽权力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完全是, 为了替国家建制, 我自己当部长, 如果加入, 我有这个想法, 我立刻支持, 我绝对没有这种想法, 我有这个想法, 你就支持,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有这个想法, 可以问我底下统认, 第二个, 实际上当时, 在审查的时候, 有很多委员提出, 希望这个有关, 这有关, 定的有关, 更能有条款, 就更明确一点, 你现在希望他硬辞职, 他不辞职, 你怎么处理? 这实际上我们, 就说, 你只要告诉我这一点就好, 我们这, 如果这到你的版本通过, 他硬辞职, 但是他就是不辞职, 你怎么办? 而且他有任期保障, 你又不能免职, 你怎么办? 要具体施政, 我们一定要具体施政, 你在机制上, 就会卡在那边, 就没有办法运作嘛, 而且你这个就变成一个恐吓的工具, 欸, 你不听话, 你不听话, 我就是有这个政务, 人员法, 来来来来管理, 来来来控制你, 心生恐惧啊, 对不对, 这些独立行事职权的人, 会心生恐惧啊, 不是吗? 我们为了让立法院在这边, 暢所欲言, 没有恐惧, 所以我们有言论保障啊, 我们有任期保障啊, 对不对? 那这些, 独立行事职权, 我们为什么法律上, 憲法上, 要给他独立的一个, 任期保障, 你现在又搞这个说, 欸,你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硬辞职, 就是, 心生恐惧啊, 你这个是一个, 统治的一个工具嘛, 这我想不仅是, 就是说, 因为这里面, 留人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面所规范的, 政策错误, 一个政务官如果政策错误, 如果有具体施政的话, 我想政务官, 如果这些人, 介入政策啦, 什么啦, 啊, 这些啊, 都还是得以啦, 啊, 你这个得以怎么样, 得以怎么样哦, 啊, 但是, 言行, 你看一下你自己的用词嘛, 言行有重大瑕疵, 影响政府形象, 嘿, 这个完全就是你自己在, 在, 这个, 哪有哪有一个法律严格的规范, 你告诉我, 基本上, 比如说, 理言词影响社会, 社会会有功能啊, 这个, 这个就是恐怖的地方嘛, 这个就是恐怖的地方嘛, 你看, 你像吞下去这个, 吞下去这个, 你说, 就是, 对不对, 就造成问题, 啊, 那类似这种吞下去, 这种事情啊, 是不断耶, 不断耶, 对不对, 所以, 我, 我是觉得你们这个法律啊, 如果这样子立下去了, 就变成一个政治统计的一个工具了, 让, 独立行使之权, 任其自下的政务人员, 失去他的独立性了, 失去他的独立性, 所以我们要兼顾他不介入政争, 又要兼顾他, 能够依法独立行使之权, 超出党派之外, 恐怕不是你们这种设计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不信任, 我们不信任由民选的首长, 来行使这种事情啊, 我们不信任, 如果说, 这边, 真要去追究责任的话, 应该是要回归到国会, 甚至要回归到一个, 比较严格的一个程序啊, 这些人也就变成一个不识任, 不识任, 与否, 应该是要回到这个, 国会, 同意的这个机制里面去, 而不是交给, 这个首长一人啊, 来独断啊, 否则的话他的, 他的任期保障, 独立行使职权的精神, 完全荡然无存啊, 对不对, 否定了, 对不对啦, 我们, 所以我跟, 跟六位, 我们绝对没有这种想法, 再建这个制度, 只是说, 今天没有这个想法, 我相信, 但是你昨天有没有, 明天会不会有, 这个我就, 不敢确定啦, 好, 谢谢, 好吧, 谢谢, 谢谢,